坦克分队行进至出发地线 车组依次进入考核区 成员要在陌生环境 对1600米至2200米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 自行选择弹种 进行停止间和行进间射击 此次考核打乱原有成员编组 对新组建的编组 施行逐级递增考核难度和强度 检验单车成员间综合协同能力 这次考核的模式很新颖 强度和难度很大 也非常的实战化 让我们发现出 协同过程中的很多不足 只有各成员间快速默契融合 完美协同 才能将射击等操作 一气合成 实施摧毁式火力打击 全程主义游单左前方 抵挡克见面 考核中 这个旅在陌生地形 复杂气候环境下 全程贯穿模拟实验险情 通过灵机增射的情况诱导 烟幕遮障等多种敌情 充分发挥装备战技术性能 锤炼新编组成员战术运用配合能力 我们扎实开战 贴合实战条件下的主战分队 协同剧练和实弹考核 不断在全防卫 全要素上创新打法 战法 切实练就部队打赢硬攻 贴旗 贴旗 图 贴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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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旗